認真經驗談 我台灣交的男朋友 一個禮拜就說愛我 美國交的男朋友 要等X個月 大家好 我是Jolie Jolie 妳的英文Bestie 身經百戰的Jolie 今天 要來跟你說 從美國亂到不行的Dating Culture How to date in America 在美國怎麼談戀愛 在美國談戀愛 這些階段必須要知道 不然你真的會千窗百空 在美國談戀愛 到底是有這個 這個階段 到底是要曖昧我 曖昧 曖昧是這樣講嗎 這可以 苦境感染 今天的影片 富裕什麼精彩 因為我今天要來大公開 美國人談戀愛的階段 還有 可以聽到 Jolie在美國 亂七八糟的戀愛八卦 Jolie大概談過 48個白人 5個黑人 20個亞洲人 沒有啦 哪有可能 我哪有這麼多話次 是嗎 Jolie 真正的數字是 不能公開的 階段一 當然就是 初步認識 不管是 Mutual friend Mutual friend 共同朋友 或是在哪裡 被搭訕 被 someone hit on Hit on 搭訕 階段二 開始 hang out 如果這個人 他對你的感覺 還不是很確定 就會先相處一下 有些人他比較小心 所以他不會馬上就跟你說 I would like to take you out on a date 他們會說 I would love to hang out sometime 階段三 Talking 就是我們所謂的 暧昧 暧昧 讓人受盡委屈 我記得我剛去美國的時候 那時候高中 然後有一對男女 他們就在走廊 Making out so hardcore make out 就是 有沒有嚇到你 我可是make out master 自己說 用過的都說 讚囉 好 好啦 make out就是 我看他們兩個的舌頭 都快卡丟音 你知道嗎 不是 不是卡丟音 是卡到彼此的喉嚨裡面 到底是有多餓 所以我就很八婆的問 How long have you guys been together 然後他們就很激動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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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re just talking 然後我整個傻了 我就說 蛤 We're talking should we make out too ok 我今天沒有吃藥不好意思 後來我才懂 原來他們的talking代表 暧昧 代表試煉期 初步階段的意思 階段四 seeing 如果我們說talking是曖昧等級1 那seeing就是曖昧等級580萬 那你們是什麼關係啊 oh we're seeing each other 基本上就是沒有實名的男女朋友 但男女朋友愛幹的都可以幹 階段物 dating 終於到dating了 你以為dating就這樣結束了嗎 dating是半正式的在一起 dating只是約會階段 我當初真的不知道到底為什麼要弄得這麼complicated 不過後來想一想其實也滿有道理的 就是我覺得要跟一個人在一起本來就是要多觀察 每個人還有另外一件事情讓我覺得非常奇特 就是他們都會等超久才說那個l word 你有沒有猜到那個l word是什麼意思 底下趕快先留言一下看你自己有沒有猜到 好了嗎 就是 love 就很像那個獵人味嘛那首歌啊 不過三個字 別猶豫這麼久 只要你說出口 你就無難擁有我 今天晚上要去karaoke I'm so excited 反正就是他們把這個l word看得超級無敵重 如果時機未到他們絕口不提 而且真的是會講the l word來代表love哦 認真經驗談 我台灣交的男朋友一個禮拜就說愛我 美國交的男朋友 要等三個月 真的是等到我都想分手了 階段6 in the relationship finally right 在這個階段 才能夠說 oh this is my boyfriend this is my girlfriend we're officially together 階段6才是正式在一起 你是不是聽得很心累 我告訴你 我在美國談戀愛 階段3 talking 跟階段4 seeing 不知道無限循環了幾百萬次 在美國談戀愛真的很虐心 我交了太多個 我在美國這樣子總共8年 到階段6的外國人只有2個 太痛苦了 你要交往美國人外國人外星人前 請做好萬全的心理準備以及保險套 好好的 保護自己 底下留言告訴我 你現在跟你的他在哪一個階段 單身的你 又最喜歡哪一個階段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不要忘記幫我按下訂閱 點起鈴鐺 還有幫我按個讚讚 如果喜歡的話 相信你一定等得到我把我 所有國外渣男的故事 都拿出來講的那一天 感謝你的習慣 我們下禮拜 加國精明喔 Bye